这个视频还是关于快捷键的 那就是输入法的切换 可能是我用Windows电脑用的时间太久的缘故 我还是喜欢用Ctrl键加空格键来切换输入法 在苹果电脑系统里切换中文输入法的快捷键 是Ctrl加空格 我需要给它手动修改一下 修改成Command加空格 但是这样又带来另外一个问题 苹果系统默认的Command加空格 它是聚焦搜索 是这个东西 所以我要把这个聚焦搜索的快捷键给它改成 Function键加空格 就是最左侧那个F文件加空格 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下 还是进系统偏要设置 还是进键盘 键盘里面有一个快捷键 快捷键里面找到输入法 选择上一个输入法 我给它改成了Command加空格 它以前应该是Ctrl加空格 如果你第一次改这里的话 它会有一个黄色的碳号 它是冲突的 因为Command加空格是聚焦搜索 我们从左侧的列表选择聚焦 在聚焦搜索的右侧 点击一下 它会出现这个状态 给它改成Ctrl加空格 它会是一个向上的三角加空格 我刚才说的是Function加空格是吧 应该改成Ctrl加空格 这样就没有冲突了 好了 这个视频就到这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讨订阅 一下 智能 先 Beyonce